4月25日,CaseLab原世界福尔摩斯大型沉浸式主题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举办开幕式 本次展览分为横空出世、罪恶克星、隐身绝世、造就传奇、后世影响、验证真理和CaseLab原世界四个单元 其中包括不少特色历史珍品 我们有1914年,科南道尔在Strander Magazine这个杂志上发表的The Valley of Fair这样的恐怖鼓的一个 就是它首发就是在这个刊物上登载的 而且我们馆也的确有这样的一个原版的杂志 那个时候对流行文化或者是对侦探小说 它主要的一个阵地就是这个Strander Magazine这个杂志 在这里我们还展示了1916年中华书局它出版的十二册《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展览从第一单元《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的诞生过程切入 延伸到第二单元《福尔摩斯的创作者》阿瑟·克南道尔的传奇人生 第三单元介绍《福尔摩斯探案》对后世推理的影响及相关IP衍生作品 最后进入本次展览亮点 第四单元《CaseLab》原世界 所以我们最后一个单元 其实就是讲了这个克南道尔在写《福尔摩斯》的时候 把福尔摩斯小说里面所有的场景给它呈现出来 用一些图文展板包括一些实物 每个人不仅他可以去看这个展览 还可以思考 还可以沉浸在我们这个整个故事当中去 比如说如何去识别这个血迹 如何去看一些脚印来去分辨是什么样的犯人 都会去做一个很好的展示 《CaseLab》原世界福尔摩斯大型沉浸式主题展 北京展是该展全国巡展的第一站 4月28日展览将在国家典籍博物馆第三第四展厅 正式面向公众开放 展览将展出至2023年11月2日 大小小小小小小小的宣地 2年5月2日